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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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的比賽是正方恐龍附身隊 對反方西南UEK隊 我們先介紹評審 第一位評審 來自藝人明星隊的 演如今 第二位評審 歸許來西的李維忠 第三位評審 少年先鋒隊的 詹青雲 好 現在我們有請雙方便手 做自我貼桑 各位早上 還好 十幾年了 又來談這個話題 他們覺得不吉利 都只讓我打一遍 不讓我打四遍 希望今天這個效果 能夠跟志祺人不一樣 謝謝各位 正方二遍 陳明 不是他們 周帥 我是 我是 我也是不大的 所以這隻跟便體是有情節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選擇了正方的原因 然後希望 十幾年之後 能給大家一個好的交代 正方三遍 羅苗 我和這個便體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我是看著周帥的比賽長大 希望今天能給周帥前輩一個完美的結局 羅苗說的結局是關於這個便皮的結局 其實不是我們覺得這個周帥不吉利 是因為當年 周帥的隊友是只會賣老婆的魚類 今天有我在就不一樣 反方一面 來自重慶西南大學 請述鄉 其實我應該是看這場視頻 然後喜歡上打面的 結果成績不好 沒人考上不大 反方二面兩位川 來自西南大學 反方三遍周帥 我同樣來自重慶的西南大學 那個四位前輩 要給這個比賽一個完美的結局 一個結果 我們就結果在這裡 要給這個比賽一個好的交代 我們就交代在這裡 反方四遍楊少陽 我來自澳門 其實能和辯論結緣 多半因為這條題目 然後我們來清片之前也想過 有沒有可能打到這條題目 想過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和 有這個題目情節的恐龍隊 能打這場比賽 所以其實 我們最主要的是 希望能夠給大家展示出來 這場比賽 像對方講的那樣 一些新的看法 一些新的角度 然後這樣比賽更有意思 謝謝各位 好 謝謝雙方 那賽制 因為剛才大家都看過一場 而且他們都蠻熟悉的 那我們就不講賽制了 今天的編題 依然是 前世 還是不是萬樂之源 但還沒開始之前 我想請工作人員給反方 一支麥克風好不好 幫我們準備一下 好 那事不宜遲 現在比賽馬上開始 我們有請正方 一遍 開啟利潤 有請 謝謝各位 錢是萬樂之源 四個關鍵字 萬 元 惡 錢 我們按照順序應對的來看 第一個關鍵字 萬 十幾年前 我曾拿了一本 非常厚的字典 軍論就萬不是語氣 在這裏我真誠地想要道歉 我錯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並不是個問題的關鍵 所以在這裏我方 一開始 喜歡爭奏其事的宣傳 萬 在今天這個輩子裏面 就是 一切 我方就是要做一切 一切惡的 五根原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圓 什麼叫圓 圓是產生一個事物的總根 但是你不要忘記 圓一定不是這個事物本身 當我們說生病是圓的時候 我不管是什麼 但是一定不是生病 為什麼 如果生命之圓是生命 那麼作為生命之圓的生命 它有在這個什麼地方呢 這是個邏輯死循環 對不對 所以 萬惡之圓一定本身並不惡 它可能是中性的 甚至可能是一個看起來非常好的東西 這是第二點 我們來達到這個東西 那麼第三點 就是惡 什麼是惡 有無數種的解釋 我在這裡提供一種我個人認為非常深刻 也是最核心的情緒 是康德的觀點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 所有的道德有共同的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 把人當成目的 而不是當成手段 說白了就是 要把人當人 不要當槍使 一切的情況的惡 都是來自於 不把人當使的目的 而是把人當手段 也是把人誡化 把人工具化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慾望並不值得 可是 拿別人當你的限制工具 把人不當人 當工具 這個水族 這是一切樂的總根源 那麼好 現在說到最重要的 就是第四個問題 為什麼錢 是使得人不把人當人 把人當工具 將人誡化的 這種思維模式的總根源呢 大家先想一個問題 如果你說中國歷史 你會發現 人類最早的那個錢 是來自於 上古傳說的 皇帝 三皇五帝 那個時代 就是最早的 用位列的交換 就是錢的權勢 中國人所認為的人分始祖 也是文明的源頭 也是三皇五帝 也是皇帝的一個時代 而我們的始終上 談到善 談到惡 談到這種劇烈的衝突 對話的時候 也是三皇五帝的時代 現在問題來了 為什麼 這不是巧合 德國的另外一位學習家 這個黑格爾爾 曾經說過 他說其實善與惡 來源於人的 自我意識的明晰化 和產權的明晰化 當我們自我意識明晰 產權明晰的時候 我們就要分 什麼是你得 什麼是我得 而這就因為 我們必須要有明確的 私有產權的界定 而私有產權界定的前提 是我們能夠量化 而且我們能夠交易它 而量化 衡量交易的總的工具是錢 所以事實上 錢的產生 是給我們人類 一種看世界的全新方式 在有了錢之後 整個人類 看的世界 就變成一個物化 物化的世界 惡於就從此 被吃下了一個種子 我方歡迎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正方議員 接下來 我們請請反方議員 您的時間也是三分鐘 謝謝主席 大家上午好 今天終於有一個機會 我曾經只能在電視上看到的 各位辯論前輩同台經濟 所以我方珍惜每一秒鐘的時間 不想在定義上做無謂的糾纏 我方做無謂的設定 我方定義如下 錢及一般的價物及貨幣 萬字我方唱一個反調 我方不想讓對方證明 它是全部 但萬要有一個公平的定義 它至少是絕大多數的主要的 換言之 如果錢是萬惡之緣 那麼消滅錢惡近乎絕技 則對方便有得證 如果消滅錢惡並沒有近乎絕技 則我方得證 下面我方總以下兩點 討論今天便提 一 惡的根源來自於哪裡 善和惡是由人自己定義 人類有生存的本能 為了獲取比其他物質更多的資源 人的貪婪是獲取資源的保障 人類的生存條件和發展速度 超過其他一切動物 人的恐懼是為了遠離危險 人能有效的保護自己 人的憤怒是為了對挫折的情況做出反應 人的本能極大的保障了人的生存 但是為了保障生存 人會在本能上將生存的優先級至於最高 人類會按照自己對生存的需要修改善惡的定義 對利於生存的善為之以美德的同時 對利於生存的惡則能找到解釋 所以人自己定義善惡的情境之下 為了自我保護 人會解釋所有有力生存的惡有必要性 高速工業化的副作用是必須的 放慢腳步等待 傷害更小的方案是影響效率的 而核電必須被依靠 因為找不到經濟成本更低的替代 罪名加在錢之上 請明白人的本能與生俱來 二 消滅錢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錢是一般等價物 人發明出來作為交換的媒介 我們的貪婪離開了錢人就貪婪 因為從動物開始 人獲取更多物質的本能就寫入基因中 我們妄圖認為離開了錢就貪欲就離開了 我們會得到一個荒謬的結果 只要沒有錢人就會不貪婪 就會不憤怒就會不恐懼 因為貪婪的惡讓我們獲取更多的物質 憤怒的惡讓我們衝動而致命 恐懼的惡讓我們退縮 有錢時本能在惡在 無錢時本能仍就在 惡仍就在 錢是人們自己對 為了生存的惡的合理化解釋 惡的罪是錢的不是我們的 我們定義錢是萬惡之緣 我們下一次可以定義戰爭是萬惡之緣 我們可以定義一切跟我們有關聯的定義 是萬惡之緣 因為惡的名義要嫁給誰是我們的定義 不是自然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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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進行的是 收票環節 我們請工作人員收下這一環節的分數表 好馬上進入國論環節 雙方總計時各為三分鐘 我們有請正方先開始歡迎 好的謝謝主席 首先感謝對方沒有在定義上的善意 我們感受到這場溫馨的比賽 但是沒有必要 明確一下 萬就是一切 不是絕大多數 第二件事情 對方的理論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第一 生存的本能 第一生存的本能才是萬惡之緣 錢不是 第二 如果一旦消滅了錢 惡必須近乎倔技 這兩點都有問題 很不幸 先看第一件事情 生存的本能是惡之緣 我方有點疑惑 細菌十一年前就有了 細菌的世界裡什麼叫惡 所有的物種身上都有生存的本能 可為何只有人類世界當中 衍生出了道德與善惡 所有的物種都是生物本能 你告訴我一個老虎之類 這羊在自然界的 哪個是善哪個 請記住 自然界中只分強弱 人類社會才有善惡 為什麼 正是因為人類有分別性 人類有你我 人類有更高的理性的思考與總結 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源於 我不再是我 你不再 我不再重属一個部落 或者一個始祖 或者一個物種 或者一個種族不是 只屬於我的 這個過程我們叫自我意識的覺醒 而自我意識覺醒的第一步 就是要 明晰清晰的私權邊界 而這件事情 恰恰是由交換價值 也就是由錢的核心元素帶給我的 所以 生存本能不是惡之源 否則 所有的物種都應該衍生出 屬於他們的善惡標準 但是沒有 人類才有 對方第一點不得正 對方第二點告訴我們 錢抽出了 惡就應該絕技 NO 我們想像一下 陽光是這個世界上所有化石能源的源頭 這我們都知道 可今天太陽就消失了 地球上所有的化石能源 還將數以十億年的存在下去 因為它是圓 圓不一定要在後所有的過程階段中的 現實現地都有具體和現實的表現 再拿個比方 長江的源頭 在那座雪山的山頂 今天那座水山就是化了 今天那座水山就是消失了 長江依然奔騰不醒 所以 圓一旦消失 跟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惡必然消失之間 根本沒有任何的別人關係 所以站在對方面的角度 要讓當今的世界徹底的抽出圓 這是不成立的 再舉一個比方 比如說毒品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毒品 一旦抽離出去了之後 吸毒的人就不太痛苦了嗎 不是 是因為這個世界上 毒品雖然沒有了 但是毒品作用於他們身上的痕跡 依舊在 這就是錢的意義 錢開啟了我們一種思維模式 錢讓我們戴上了一副 相對金色的有色眼鏡 戴著錢的有色眼鏡 在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所有的東西上面 都出現了標價 都出現了價碼 這個過程叫做外化與物化 我們習慣於用錢去物化和量化 把我們身邊看到的所有的東西 而這種思維方式 在意識在前出現之前是沒有的 錢告訴我們 原來能這樣看這個世界 而我們又驚訝的發現 哎呀 惡的根源不恰恰是物化身邊的一切嗎 不恰恰是物化身邊的人 把人不當人嗎 這個時候我們才驚訝的發現了 錢與惡之間的關係 所以對方利潤的兩點的主題 先不成立 前世萬惡之間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正方二見 接下來我們又請感方還有一位代表 來進行博論 您的時間也是三分鐘 有請 謝謝 剛剛沒有最核心的觀點 一開始就出來了 我明顯比較好 對方沒有告訴我們什麼呢 這個世界上 我們有了錢 才知道什麼叫做物化 才知道怎麼去度量價值 大家會不會想一想 難道沒有錢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物化 沒有價值嗎 錢是什麼概念 錢是一般等價物 萬言之 只有人類認識到要交換的東西 是物化的 是有價值的 才會出現錢 所以對方沒有的利潤 已經錢貨跌到了 第一點 第二點 對方沒有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換一個表公主的態度 不要這麼激動 好 換個表公主的態度 對方沒有講細菌 他告訴我們 細菌 老母 羊 他們是沒有為了 完全符合物化的定義 為什麼原因 細菌可以定義善惡嗎 羊可以定義善惡嗎 老母可以定義善惡嗎 不 只有人可以定義善惡 舉個例子好了 蟲有原罪嗎 沒有 可是人認為有一些蟲 是異蟲 有一些蟲是害蟲 你去問問那個蟲 他怎麼想的 心情真的很不好 憑什麼我就是害蟲 難道我長得比較醜嗎 第三個點 第三個問題 有沒有告訴我們 今天抽離了源頭 惡不會消失 可是三錯各位 我們想一想 長江的源頭如果斷掉了 是這一天 下一天 這一個月 有可能長江沒有消失 可是三錯各位 長江還能長留十年嗎 不能 所以對方沒有對我方 反模 是完全無效的 回到我方觀點 我方想告訴大家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人在定義這個世界上的武器 我們不管有沒有一般的家 我們先認識到價值 先禮拜交換會有利益 因為交換會帶給我們更多的價值 而這更多的價值會做使我們 去拼命獲取更多的物資 我們今天人為了生存的本能 寫到基因裡面 是遠遠早於前幾十萬年的 而對方沒有 還會告訴我們 動物和人的差別 可是我們今天仔細想一想 我們的定義全掌握在我們手上 我們討論這個變體 今天究竟有什麼實際的含義 難道就是為了討論一下萬惡之緣 討論一下十四年那場經典巔峰之戰嗎 不是 我們是為了探尋何者是萬惡之緣 我們會去盡量限制它 按照對方沒有的立場 我們今天人是沒有罪的 罪在誤化 誤化是依靠錢 限制錢就好了 錯了 再說各位 扪心自問 當我還是一個孩空的時候 不知道錢的價值的時候 我與生俱來的惡 是不是更應該被限制 因為那畢竟是人類的本能 謝謝廣方 我們有請工作人員收一下 這個環節的分數票 怕大家不了解 我們這個賽制有分數票 有印象票 有商討過後的決選票 所以一共三乘三 九票 好 接下來進入的是盤問環節 提問方派出任意一名便手進行盤問 而回答方派出不參加盤問環節的 其他三位便手中的任意兩名便手回答 提問方15秒 回答方20秒 總三分鐘 好 請正方開始 第一個問題 剛才對方的理論出現的跳途 他們的一便告訴我們 本能是惡之源 他們的三便告訴我們 定義才是惡之源 請二便確定給我一個答案 你今天到底要告訴我 本能還是定義才是惡之源 因為我們是出於本能去定義這個惡 我們為了保護我們的自我意識 去定義這個惡 謝謝 謝謝 你剛才告訴我是出於生存的本能 才導致惡之外 告訴我是出於定義的本能去定義惡 有利於生存 有利於生存 對 所以還說生存有關 是吧 我可以解釋嗎 我可以補充解釋一句嗎 稍等 其他一個問題可以解釋 好 下面一個問題是這樣 對方便告訴我們 只要抽離了這個圓的東西 惡就不存在 當一個人失去了生存的本能的時候 他會怎樣 會自殺 請你告訴我 自殺是不是惡 來 前面這個邏輯 我們為什麼講抽離源頭 我們是不是這個 不著急 請你直接回答我們的問題 自殺是不是惡 自殺是惡呀 對 那為什麼抽離了生存的本能 惡還在 什麼意思 你的 這是你反正的論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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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回答 對方二面舉行 來來來 不對不對 你通話了一個非常巧妙的概念是 這裡面當你定義惡的時候 我講的是一般人類的惡 你覺得自殺是一個個體的行為 注意當我們探討 人類的惡制 好 稍等 稍等 我想請問下一個問題 OK 自殺的人不是一般人類 你是想這樣告訴我嗎 不是 是你的舉例 你現在要告訴各位的是 錢在所有的惡當中 它都會是源頭 你不要證明自殺是因為錢 好 接下來下一個問題是 對方便我剛才舉了長江那個例子 我想請問 我不知道可別指定 但是我想請二面能夠回答我一下 您是告訴我說 如果截斷了源頭 長江就不在了是不是 嗯 它可能今天在 明天在 這一個月一定在 明後就不在了 對對對 是這樣的 長江沖刷樹的河道還在不在 河道的印記還在 對 這就是錢作為源頭對事物的影響 但是錢即使消失 不好意思我們的台灣環節 錢即使消失了 它留下的印記還在 到什麼時候 錢導致的罪惡才會消失 那就是錢對人意識中造成的 物化的作用消失的時候 惡才會消失 對方便再問下一個問題 你給我舉出一個 不是因為把人當手段而導致的惡 不是因為把人當 人有的原罪 人家手段沒關係啊 不對 原罪是善惡標準 產生之後才導致的所謂惡 你看見沒有你在提問的時候 犯了一個我方認為最大的錯誤 你說 人類在生存的時候 為了生存的本能 可以去定義善惡 好的 又回到第一個問題 拔斷一下 到底定義是惡之源 還是本能是惡之源 除了本能去定義 定義是個動作 生存的本能不是惡之源 定義的本能才是惡之源 是不是 你看你在強制打這個定義 是這樣的 大家都有生存的本能 人類為了區分一般的動物 我們會把自己定義為人 定義為人 你們最大的錯誤 除了大部分 除了大部分 OK 謝謝 再定義 謝謝 謝謝雙方 現在我們請反方派出反問手 正方派出兩位大看手 可以開始了 來來來 請教路老師了 就是是不是在你方定義當中 一切物話都有錢帶來 錢出現之前就沒有物話 是 請教一遍 那錢出現之前 人為什麼要交換物 什麼 錢出現之前 人為什麼要交換物 錢出現之前 錢之前誰交換物 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是一種普遍原則嗎 以物易物難道不是一個普遍原則 對不起我錯了 以物易物如果只是個別的行為的話 那只是有無意識的行為 請教路老師 也就是說只要錢沒有出現 以物易物就不普遍 是不是 因為你沒有搞清楚 以物易物和物化很區別 好 物和物化可不是一回事 得到答案 請教一遍了 今天你不物化一件物 如何去以物易物易物 你怎麼評估它的假實 不不不不 剛剛路老師說得很清楚了 以物易物並不等於物化 是兩個概念 物化是一個學系的概念 也不有這個本 請教路老師 我得到答案 請教路老師 如果以物易物沒有物化 你如何去度量它的價值 我都沒有得到答案 你都得到 他都沒說完 把你的問題再問一遍好嗎 以物易物如果沒有價值沒有物化 你如何去確定它的價值 有價值不代表物化 用一個統一的東西 去標價所有的物 包括人自己 才叫物化 好 請教一遍了 請教一遍了 也就是說您方認為 只要沒有一般等價物 人對物是沒有認識的 是不是 只要沒有一般等價物的話 對 那麼民物易物的過程 並只是一種直覺過程 並不是物化過程 請教四遍了 如果是直覺的話 會不會對價值有直覺有度量 重新解釋一遍 在沒有錢這個概念 和意識的時候 人對物是有感覺的 但是物化是沒有意識的 謝謝請教一遍了 如果人對物是有感覺的 它的感覺是幾隻羊 我告訴你是這樣的 在沒有錢之前 我可以用我全部的羊 去畫我心愛的女人的一笑 因為那個時候 我不覺得她畫不來 就是這個意思 好所以說請教四遍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惡是怎麼來的 人學會了 用錢 這個一般等價物式的標準 去物化非人道化所有物質 和人 好請教一遍了 也就是說今天 你的惡是來源於錢 來源於物化 而你的錢的物化 又不一定是在錢之前 是嗎 什麼意思 你的物化不一定是在錢之前呢 物化 是由錢同時產生的 同時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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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教四遍了 也就是說 他們一定的物質產生 就在某一天 出現錢的那一秒鐘之前 人不會物化任何東西 出現錢的那一秒鐘之後 人就物化世界上一切的東西生生 人就開始學會 用物化的眼光去看待一切 開始學會 謝謝 好謝謝教掌 我們請工作人員 收分數條 謝謝 好 谢谢评审 接下来进入的是谈问小节环节 每方一共有1分钟30秒的时间 我们有请反方先发应 好 谢谢主席 我们先来看对面没有到两个点 第一个是误化的意识来源于哪里 他们告诉我们在钱出现之前 人是没有误化这个意识的 一旦钱出现人就开始学会了误化 那钱是如何出现的呢 我们在钱没有发明出来之前 人类是不是已经有了误化的意识 它需要有一个比较更快效率 来进行误化的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叫做钱 一般的价物 所以说好像在钱出现之前 人就已经有了误化的意识了 再加上第二个东西是钱 他们是说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了什么叫做误化 可以这样理解吧 所以说为什么在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个时候出现的钱 我们所以说去定义钱 它是万物的资源 我们可以用钱这个标准误化一切东西 这就误化人 所以说这是恶的念头出现的 但是恰恰就是在于我方一直想要说的 人是为了自己身上的某一种本能而去定义恶 所以说我们才会用钱 为什么 我们在自我意识的保护当中 有一个防御机制 前天导教师也提过 在心理学当中有个特定的名字 叫做自我服务偏见 我们相对于好的东西 会归功于自己身上 对于那些坏的东西 我们会放在其他物体身上 所以说发现没有 当自我意识体现出来之前 我们有了评判恶的标准的时候 当人身上出现了恶的时候 我们为了一些本能 为了让我们的自我服务偏见体现出来 我们就去定义这个钱 它就是恶 所以说恶是我们定义出来的 而不是钱 谢谢 好 现在我们今天 你先让他们坐下来 恶当然是我们定义出来的 但是谁教会了我要去定义恶 这是个问题 对方没有回答 刚才对方我们纠结于物与物化的观念 我再跟大家换一个说法解释一遍 物化以前是一体两面同时产生的东西 当第一个事物 不再被当作它事物本身 只具有交换价值的时候 它本身就已经是钱了 当第一只羊不是作为羊而存在 是作为可以交换我媳妇的东西存在的时候 这个羊就不是羊了 当第一个女人被作为限誉的工具而存在的时候 这个女人就不是女人了 一切的恶就是在于把人的物化而产生的 而把固的物化 反而显得还不那么恶 但是这个行为的方式是由钱 也就是物化这个源头交给我们的 它就是一颗思维的种子 在这之前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当成它本身 在这之后 看山不再是山 看水不再是水 对方便有的逻辑是想告诉我们 本能是恶之源 可是他们自己也解释不了 抽离了生存的本能之后 为什么自杀还是恶 对方便又告诉我们了 定义的本能才是恶之源 可是这个定义又是从哪来的呢 刚才我放到论证已经告诉大家了 如果没有物化 我们根本不会定义善恶 如果没有物化 我们不会把人自己也定义为一个对我有利 或者可利用的手段而已 而这就是恶的源头 谢谢 谢谢大家 请工作人员收下分数票 好 接下来进入的是对变环节 双方派出任意一名变手 与对方任意一名变手进行对变 双方各有两分钟的时间 成方 It happened 对变 好 谢谢 请 正方开始请欢迎 还有还是自杀那个例子吧 生存的本能抽离了之后为什么自杀还是恶 关键这个问题是你在定义这个事件的时候 是全之后才看见恶恶是这个意思吗 civilized 好,生存的本能问题你没有回答,好,您方的标记已经不成立,我现在回答您的问题,是的,当钱作为第一个被物化的对象出现之后,我们看待世界的这个视角,这个所谓模式,open被打开了。 所以我就在回答你本能的问题,是本能我就看不见恶是这个意思吗? 不,您刚才说了生存的本能是惯恶之源,本能抽离了的人恶应该不在了,自杀为什么是恶? 不是,为什么,你没有回答人,人类的本能,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您告诉我,人类在生存的本能之前,他看不见恶,是不是? 人类在,人类在前出现之前的世界是只有强弱,没有上恶的,我已经说过一遍了。 为什么? 因为很清新,自己与他人的责权边界产,自由产权边界都明晰,您帮我定义一下,在前出现之前什么叫恶? 所以您的定义之下,人之,人在看见钱之前,人和动物没差别,对不对? 当然了,这就是中国文明史和中国钱币史,正好在同一个时候开始的原因呢? 黑猩蟹,打了一只黑猩蟹,你告诉我什么时候? 来来来来,请帮助长,先等一下,你在定义前这个定义的时候,注意,是人在认识到那个世界? 重新来,人在认识钱是恶之源之前,人到底治不到自己是恶,人到底治不到自己是动物? 我再给您说一遍,人认识到钱是恶这件事情到今天都还没有完成,因为今天还有四位您坐在对方编析上,我方不是说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在特观上已然出现在历史中的时候。 所以OK,你会发现人到现在既然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判断任何的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说过很多遍了,人有很,关于缘的问题,您知道现在长江之源在哪一个雪山上吗? 您不知道,但您不知道哪个就是长江吗? OK,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找这个源头的时候,既然没有办法找到那个源头在哪里,那我们是不是要牵到源头的时候看后续的发现? 谁说了没有办法找到那个源头在哪里? 零方一面下起来告诉我们生存的本能就是源头,零方四面说你找不到源头在哪里,你找得到还是找不到? 没有技术推广,你刚刚说到的是你都不知道源头在哪里,所以我们要牵到源头看后续发现?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知道源头在哪里,我说得非常清楚,当第一个物被物化被赋予了,前的第一的时候物化已经开始,人类的这一视角已经起崩,是零方一面和四面一直在自相当中的 不是这个意思,来我们简单来确认一下,就是我们不然为什么发现自己是恶的,到底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意识到人不是人,还是说我们发现了物化之后,好像不是人呢? 对吗?没有,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恶的这件事情,跟恶的源头是两码事? 您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善恶觉醒的时候,有不同的价值评判的标准,以及制定它的道德评判标准的依据,这些都OK,但是这不影响告诉我们恶,世界有万恶,但不影响告诉我们所有的恶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而这个特征恰恰是钱给我们人类带来的 您发现没有,对方还是在用定义来解构这个世界,他方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没有发现长江叫长江之前,这个水无所谓嘛,可是如果你把定义抽离出去之后,我们会发现长江确实是人的一直源头啊 所以问题就在于,人在成为人的那一刻开始的时候,如果人是人,其实人的恶已经存在了,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它叫恶,所以对方没有,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是他认为认识恶的源头,才是人知道自己恶的源头,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本能上到底又没有恶的,这没有回答问题的,我再给你强调一遍,我方不是 是说认识到恶的源头,即使到今天我们认识恶的源头是什么,还在探讨这种,我们谈的是站在我方这个立场,告诉大家的一个客观实在,您如果觉得我方的论证不对,您要告诉我物化了,是恶哪里不对,或者钱给我们带来的物化的思维哪里不对,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用定义在做这件事情,您要对我们形成有效的直接反驳,这才有意义 我方今天特别希望大家去反思一下,人类在去定义这个世界上做的所有的事情,所有人类学家在去研究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角度,叫做我们去发现,所有的科学在定义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源自于对方讲的那种物化的形式,可是各位想看一下,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那个高等的动物,和那一般的小动物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的出现,其实是有意识的出现的,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定义成为恶,但是恶已经存在了呀,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定义出来,就像这场比赛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出胜负,但是大家能说这场比赛没有出现的,懂我意思了吧,谢谢 谢谢双方非常精彩 我们又请工作人员收下这一环节的分数票 好,马上进入的是紧张,刺激的自由辩论盘前,双方各有四分钟的时间轮流交替发言,我们又请正方先发动公式 这场比赛就算到此为止,不再进行下去了,根据评委刚才投票的结果也是有胜负的,好,问对方一个问题,孩子在没有认识到钱,没有接触过钱,不知道钱是什么的时候,什么是孩子的恶 钱在对方便有口中是物化万物的工具,那究竟是使用工具的人是恶之源,还是工具是恶之源 使用工具的人是恶,这个工具是恶的源头,我们不是达成共识,那么恶的源头不是恶啊,再去认一遍,恶的源头到底是不是恶 人是恶的源头,和工具是恶的源头,对方便要解释一下两者差别 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人有很多想法是恶,比如说你要说贪钱,确实恶在贪,但是缘在钱,因为缘不能是恶,一个恶之缘必须要去有非恶的属性,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逻辑问题 我没有说得非常好,人有贪婪,所以我用贪婪,用钱来表达,就是钱的贪婪,不是人的贪婪 那回到我方提出的一个问题,请问你在孩子形成清晰的固化,有这种量化的概念之前,那种混沌的,本真的,纯粹的同性状态,是不是恶 那种求生的本能,那种动物性就是恶,按照你放的标准,如果恶之缘要有非恶的本性,那长江之缘是谁要有非水的本性呢 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哭,呼吸的本能 哭完之后就要吃,生存的本能 你能说你生下的是一个恶人吗? 我给你们看见没有,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善意的去美化那孩子的所有的哭泣,发现没有 就像我们犯了错之后,我们先去善意的美化这件事情 可是各位想象一下,我们犯错之前,是不是知道这个错是真的错 所以认识在后,恶是在前,这是一个认识论的发现犯罪,明白吗? 各位,你们太辛苦了,证明什么是万恶之缘的是我方的立场 请您直接来恭喜我方立场就好 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恶化不能导致恶 按照林方的意思,恶之缘要具有非恶的本性 那长江之缘是不是要有非长江,非水的本性? 长江的源头是座山,它当然不是江啊 它是座雪山 雪山里的水是不能流动的,它不是江 所以它会化掉吗? 这个已经有点无聊了,简单解释一遍,雪山,雪山,雪是形容词,山是名词 这是一个偏正短,OK? 好,你如果觉得这个意思,我这样的意思太多好了 阳光是矿物化石能源的源泉 哪里面,矿物化石里哪里有阳光?火是文明的源泉 可今天装修个房子,那炉都是电磁炉好吗? 不要,矿物当中也有阳光当中的它这些矿物的能量啊 还是那个问题,雪山,它的本质是不是H2哦?水的本质是不是H2哦? 它的本质是不是一样的? 回到这个意义的问题,我再问一遍 孩子在形成清晰的交换的概念之前,这个混沌状态的恶造是什么? 你不要和它活有身份本质,因为它不足够赢,好吗?回答一下 OK,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对方举出了孩子的类比 事实上和我方举出那个人类刚成为人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双方的争议在哪里? 就在说人刚成为人的那个混沌的情况下 对方认为说这个时候完全没有饿呀 可是你也承认,人如果既然成为人的话 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已经有了善恶 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认识到它是善恶 所以问题在哪里? 他方认为钱不是认识,钱是认识万恶之源 可是恶已经存在了呀 错,对我没有自己都说善恶是人定义的概念 没有定义就没有善恶 这回你又告诉我善恶在定义之前就已然存在再次矛盾 其实善恶本身就是概念,没有概念就没有它自己 再请问这个时候没有那个问题了 您是不是告诉我说只要本质上有还有,那它就是恶之源 然后我就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你了 在所有的恶中都有物化这个本质的存在 是不是你也承认物化是恶之源 对方表很简单 你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钱人作为工具来物化万物 所以说究竟是人拿去物化万物是恶之源 还是钱是恶之源,你方没有解决? 说实在的,我这么学执着学的人都被你倒晕了 所以我现在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不把人当人 不把人当人的源头 是因为钱产生的对方便有 恶始终是人 缘不是恶 再次离弃第四次了 因为按照你的标准,钱的本质它是故化 那么好像人也可以被故化 那这个时候人类还是不是钱的源头呢? 就是这个意思啊 在钱出现之前,人看人是人 在钱出现之后,人看人不再全是人 这个时候视角变了 您一直说恶是定义出来的 我告诉你,世界上所有的项目都是定义出来的 恶长什么样的? 恶本身就是个定义 恶就是个概念的 您要觉得我方定义不对 您不是要告诉我们在定义恶 您要告诉我们的定义哪里不对 或者您提出一个您觉得对的定义 这才是有效的有益的探讨好吗? 对,是这样的,我方特别希望探讨一个有效的定义 所以注意,我方希望探讨的是什么 大家在认识恶这件事情之前 其实对方这样的论证是什么 是钱是认识万恶的支援 可是各位想象一下 你在认识万恶的钱 就说明一个潜在的概念 恶已经存在了的时候 还不认识它,对吗? 这不是误化关系 是上场的这个办法观点 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话题 当你被人误化的时候 当你被人当成一个误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愤怒? 对啊,没有钱的时候 女性也会被误化的原因 限于工具 那是她的误解识的方式 不会 您给我举一个在有钱之前 对方三变,你跟原始人都不熟 他干的那件事 凭什么你把他定一位限于 对方三变,你跟原始人都不熟 他干的那件事 凭什么你把他定一位限于 所以说,这方面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人使用工具在误化万物 但是人不是圆,而工具是圆 是这样子吗? 你跟原始人不熟 但是我们现在人跟心情是熟的 都过心情时候的观察 其实心情是没有把另外一个 当工具的情况发生的 这就是我把关系 所以说,能使人在没有出现钱之前 是不是有动物性 动物性不是饿 我知道我饿吗? 我饿 所以说 只要出现钱 那么这个世界上 我们才能认识到饿 但饿在钱之前 是定义饿 而不是认识饿 饿本来就是一个被定义的概念 对方便有几天在三组逻辑上出现了调动 本能和定义 饿到底是不是圆 这下一个代表来说 时间太多了 所以既然你认为钱是定义的饿 按照你的答案来告诉我 在定义饿之前 你就知道饿是什么 只是没有用钱去定义,对吗? 钱是交汇我们是饿 我现在有点听明白 对方的意思就是 在动物性期间已经是饿了 你正面告诉大家 一个狮子吃了一头饿饿 对方便有说得非常好 钱教会我们什么时候 什么意思呢 就是饿已经存在了 我们被交汇去认识了 钱教会我们 用一切物化的手段去看待人 所以我们又要饿 所以他教会我们 用物化的手段去看待人 而人才是饿 因为他只是告诉我们 你这么做是饿的 我们之前意识不到而已 这是我们双方最核心的分析 狮子吃羊 他不是饿 算是动物性 那现在人吃人算不算饿 他也是动物性 我们饿的标准在提升 好,谢谢双方 我们有请工作人 收下自由便的分数票 好,进入到总结层次的阶段 双方各有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有请范方先开始发言 好,谢谢主席 问问问各位 这场比赛前半程 对方似乎没有太听懂我方理论 责任在于我方的陈述 我在这里有必要 以周帅再解释这个题目的方法 给大家再次陈述一次 希望能把这场比赛的逻辑解释清楚 第一,什么是恶 各位想象一下 我们今天最大的讨论的意义 就是在于 我们想找到 人类定义自己恶 或者认识到自己恶的时候 那个恶的本源到底是什么 对方没有认为什么呢 说其实恶的本源在于物化 然后呢 金钱恰好是一种物化的表现形式 或者它是物化的定义的源头 恰好就匹配了嘛 可是各位想象一下 对方没有今天就说 孩子生下来的那个 咕咕坠地的那个样子 还是我方举到那个人类 在一开始脱离动物性的那个样子 它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本能的反应 是什么 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已经是人了 其实那个意识还比较懵懂 关键合体就来了 最后面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说那个懵懂的状态之下 其实是没有善恶的 有点是这个意思 只有当了这个钱出现了之后呢 教会了我们这个懵懂 相当于钱教育了我们 可是大家仔细想象一下 如果是钱教育了我们 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认识的话 那在钱出现之前 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认识又是什么呢 钱作为一百等价物 可能今天大家都是有很多的社会知识 它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那就在那一刻出现之前的 所有的社会历史 在定义当中就真的没有恶了吗 或者说在那之前的所有的历史 所有的文献当中 写明白的那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 对方认为那些强弱的事情 就完全不是恶了 可是各位想想这样合乎逻辑吗 完全不合乎逻辑 因为在那之前 其实恶已经存在了 他方今天认证的是什么 是钱让我们到了 哦 认识到了 那个东西叫恶呀 这不恰恰证明了我方的逻辑吗 恶的源头 其实在认识之前已经产生了恶 然后因为钱的出现 让我们认识到了 所以这个逻辑可能有点绕 如果大家听懂呢 就听懂 听不懂呢 都是我表达的问题了 好 再来 我们想想一下这场比赛 为什么要这样的方法去讨论 因为其实我们想尝试有种方法 就是我方二遍讲到了 人在认识这个社会的时候 经常有一个东西叫自我偏差 我们在定义世界上的善恶美丑的时候 不是用强弱来定义 因为我们想去掉我们的动静 所以在美化一些 对我们好的那个不好的情境的时候 注意 在美化那些 对我们不好的那些情境的时候 我们不太希望它是恶 所以我们会认为 有一些可以被解释到的东西 我们找到了一个源头 它叫做钱 然后我们会说 你看 是钱让我让人认识到的 那个东西是恶 其实本身那个东西不太是恶 只有到钱出现了才是恶 可是各位想象一下 人类的贪婪 人类偷的东西 人类在物交换的过程当中 那些不好的行为 在钱出现之前 难道它不是恶吗 难道它不是破坏种族 繁衍生机的一个不好的行为吗 所以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钱是恶之源 其实恰恰让我们人类有了更好的解释 去解释我们自己不好的行为 这是很危险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反方 最后我们有请正方总结陈词 听的时间也是三分钟 谢谢大家 对方说我方没有理解他们的意思 这恐怕责任在于他们 他们没说清楚 听了对方四边的陈词 我发现对方其实也没有理解我方的意思 但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没有说过是钱教会了我们 什么是恶 我们一直在强调钱教会了我们 不把视觉主体的对象当成对象本身 而是带有了钱的一般等价物的因素 所以恶由此才产生了 而当你意识到这个是恶的时候 那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对吧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对方讨论 孩子在不懂钱是什么的时候 他的行为当中什么算是恶 这不是我方提出来的 这是对方提出来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是恰恰代表了人类进化的一个所以 孩子抢别的孩子的东西 大人认为不对 这是恶习 这是抢夺别人的财物 心理学早就把孩子的世界研究的非常透彻 非常充分了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这是成人 在用他们自己恶的标准评价孩子的行为 殊不知 孩子这样的抢夺和保护恰恰反映出 他们正在建立私有的概念 什么是我的 什么是你的 然后他们才学会了 用自己的旧玩具 去交换别人的旧玩具 这其实就是人类发展历史过程当中 以物易物在今天的重现 最后他们发现有一种东西可以交换 所有的物品的时候 那就是人 发现需要有钱 从而在生活当中使用钱的文明的惊险一月 但从此以后 孩子想到的不是要一个东西 而是要钱了 因为钱代表着一切东西可以归我所有 再往前推一步 成人之后 他发现 钱不仅能换来东西 不仅能买来房子 甚至可以买来房子里的人的时候 物化的过程 在人类短 在一个人短短 几十年的历史当中 就已经出现了 就已经实现了 我们不是说 钱是万恶之源 就要摒弃钱 比如这就是一枚钱币 没有他万万不能 我不能施舍给乞丐 表达我的同情 我不能补偿给我的合作对方 表示我的诚意 但如果我把这枚钱 放在我的眼前 看所有人的时候 你们不再是你们 都带有这枚钱币的影子 那怎么办 把它放到口袋里 别放心 谢谢 谢谢 正方 我们有请评审 周教 身影头 最满足的 周教 双方表现非常精彩 我们有请 观众们给正方 反方 再次热烈的掌声 评委 请在这个时候 写下您的印象票 然后你们会在讨论后 再评出你的最后决选票 唱票缓解来了 第一位评审 第一位评审 艺人明星队 颜如今 印象票 投给了 正方 第二位评审 少年先锋队 张清云 印象票 投给了 正方 第三位评审 第三位评审 规矩来信队 李维忠 印象票 投给了 正方 印象票 第二场出在 3比0 暂时 老恐龙队 先 恐龙 互相对 3比0 做了 微微优秀 好 现在我们有请评审 进行公开点评环节 今天比赛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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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整理一下 我把判决判了给正方 因为我觉得 比赛的几个 今天比赛几个 关键的交锋 是由正方获胜的 第一个交锋 就是到底 2是什么 对正方来讲 应该是讲 第一个问题是 源头跟 2 是有差别的 就是源头可贵是2的 这东西正方 其实在一开始 就已经提出来 其实这很关键 但反方 其实没有在这一方面 做出反驳的 因为你们一直在问 到底人是不是2 他其实已经承认 人是2来的 但是源头是钱 我没有讲钱是2 但是他是2的源头 这东西没有反到 所以你们后面一直在说 甚至你们说 那个人有自我偏差 意思是人 会把别的东西当成是2 不把自己 其实自己才是2那一个 其实我觉得 在这一个逻辑里面 你们没有解出来 所以这一边 怕的正方获胜 然后第二个就是 物化这东西 物化跟人的生存本能 哪一个才是真正是2的源头 我觉得正方对你们生存本能 反驳其实相当完整 然后你们说 其实在钱之前 那一些生存本能也是2 这是动物性的那一部分 你让我们自我理解 叫我们自己想一下 其实那是正常 那我觉得动物性在 那也不是2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一方面 也是正方获胜 所以因为这两个关键的交锋 是正方获胜 所以要把判局交给正方 字幕将一说 是正方获胜 一个小便手店平大神门的比赛 感觉好虚 但是我还是想从头理一下 双方讲的东西 然后讲 讲对了呢 那就是这个 读伟姐交的 讲错了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好 先看一下正方了 正方想告诉大家的是 是因为钱的产生使人有了物化一切的这样一个视角 而物化一切这个视角 就是所有的恶的产生都有此而来 所以钱使人有这样的视角 以论证钱是万恶之源 那反方的论证 我前半场也以为你们 我听到的也是比如说生存是万恶之源 然后听到后面你们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 最后面我确实也跟正方一样挺奇怪的 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讲什么 我的感觉上你们好像是要说 有一个恶的源头摆在前面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带来的 反正恶是已经先天存在了的 当人一旦月生变成人之后 这个恶就有了 但它是啥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有了钱之后 我们好像终于慢慢可以认识到这个恶了 那如果这条论证线成立 明方当然可以说钱不是恶之源 有别的东西是恶之源 但我觉得明方有更多的义务 取出一些在正方那条论证线之前 就是在物化这件事情产生之前的一些恶到底是什么 明方有取证的责任来攻击到正方 但明方今天基本上就没有取到一些例子 也没有告诉我在物化这个动作产生之前的恶到底是什么 明方如果提生存性其实已经在正方的公式下 在我这判断当中是不成立的 因为像狮子吃羊这种例子已经很好解释了 这种动物性根本就不可能将之称之为恶 明方的意思可能是 也就是说在人的世界当中 狮子吃羊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是恶的 这是明方的意思 然后只是在之后我们认识到了它是恶 那明方就应该告诉我狮子吃羊 它恶在哪里 这才行 就你们不能说这个行为摆在这里就是恶 那你如果这么推可以一直推到宇宙大爆炸去了 好吧 那反过来讲 你们在对正方的攻击当中 我认为很多攻击是不成立的 包括比如说 原消失恶不用消失 我觉得正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金钱是万恶之源 那那个源头本身是恶的话 那它就会产生一个逻辑矛盾 那它自己的源头又是什么呢 那它自己不可以是自己的源头 所以它不可能是恶之源 所以恶之源一定不是恶的 我觉得这条线我从利润听到我就觉得很清楚 所以你们后面的攻击 包括寒问阶段达到的抽离了生存的本能 那这个东西抽离了生存的本能之后就不再是恶了 所以生存就不可以是恶之源 那我觉得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源头这块里面我攻击到正方 包括另一方面讲到生存性 刚刚也讲到我可以攻击到正方 所以我觉得宁方如果不能够把 在物化产生 反正不能把在物化产生之前的恶 能够很清楚地描述给大家 它到底恶在哪里的话 那我觉得宁方的论证其实是很难以为的 这是我把一堂讨论为正方的原因 作为也是看着当年那场比赛长大的人 不敢说点评 我交代一下双方的论点 在我这里碰撞之后留下的印象 就是如果小的时候 看那场比赛听到双方举出很多的成语 来解释万到底是不是一切觉得很精彩的话 今天觉得直接把万定义成一切 也会让这比赛有一种升华了的感觉 我觉得双方的利润都给我很大的启发 但是反方的遗憾 其实就像正方已经直接论出来的 就是你们没有去攻击他们的恶性逻辑 当正方已经非常坦率地说 恶就是一个定义出来的概念的时候 我没有听到你们去攻击他们的那个物化 人既是恶的定义有什么问题 你们的反驳方式无非是说 难道物化之前的那些东西不是恶吗 就是如果你没有给我一个恶的定义的话 我只能说那些东西听上去不是很好 可是你并没有反驳掉 反方认为只有当我们用物化的目光看待世界 看待人才出现恶的这个核心的定义 以及你们说在物化出现以前 人的生存本能才是恶的话 我只听到生存的本能使得我们有需要去定义恶 可是这依然没有跳脱对方 而已经定义出那个恶在那里的那条核心逻辑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遗憾的交锋底就是 本方本来使我觉得有打破对正方逻辑的点在于 你们的那个雪山长江的例子 我觉得正方的意思是说 雪山是长江的源头 意味着只要那个雪山冲刷出了长江 使长江成为长江 就算有一天长江干涸了 它依然是长江源头 可是你们想说的是 长江必须源源不断的流动 它不断的有源头进来 那个叫源头 就是因为你们是告诉我们 人的生存本能使得我们必须不断的去定义恶 所以哪怕没有钱 我们还是有这个本能去定义恶 所以我原本期待你们会说 我们有一个源源不断的源头去定义恶 所以这个源自在和正方的拆解中心截然不同的 可是你们后面就有一点很混乱的感觉 我觉得又不断跳脱说 一时之前又有源头 源头之后又有一时之类的 所以这一点其实被你们放弃了 因此我觉得 凡方没有能够有效地攻击正方的核心逻辑 我印象跳脱也整方 谢谢 好 谢谢三位评审 现在我们有请三位评审 投出你们的决选票 也填下本场的最佳面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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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分數票和決選票將在事後公佈 那這一場比賽就正式再次各位觀眾朋友 好 下一場比賽馬上就開始 我們有請下一場赴賽三的兩支隊伍與評審直接上台